SARS利益它通称叫黑金 只有五个领域的人可以吃得下来 那哪五个领域 镇 所谓的镇是因为重要河川 都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管 那商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谓的商就是一般的营造商 营建商 还有一个黑 就是黑道 那SARS一定是涉及到黑道的利益 那全台湾黑道的故乡 当然了 我不是贬低云林 黑道的故乡就在云林 我们就拿云林线来说 一个过去的立委曾经跟我讲 他说他就经常协调这件事情 那地方反映 然后他出面协调 各位晓不晓得 他的协调经费多少 20% SARS利益的20% 就好比说一顿SARS 一万五的话 我可以抽三千 只要那我协调成功 协调不成功也有后屑 协调假如不成功也有后屑 那SARS商一定给你 因为他为什么他要协调 他中央一定要有人 他才能够去协调经济部 不然的话地方级民意代表经济部 他不会理你的啦 因为那我是中央单位 那你地方单位 好 正就是我刚刚讲的水利署 好 水利署还有相关的人事 好 包含所谓的县长啊 等等那些 那些协调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云林的SARS 云林最肥的地方就是左水溪 那他肥到什么程度 一天 一天可以出车 300多辆 一天出车300多辆 就是车子来来回回 不 不能讲300多辆 300多驾驶 好 驾驶的次数 他一天最兴盛的时候300多 300多各位去算算看究竟多少钱 那换句话说 为什么地方级的民意代表 在经营SARS的时候 经营SARS的时候 要由议长决定 而不是县长 就是议长他本身 他也有这些关系 所以呢 一个中央 一个议长 下面就是议员 因为议长身份地位崇高 他是个仲裁者 他也是个协调者 所以很少看到议长下来经营SARS的 他都是仲裁跟协调 好 完了以后 云林他有三个家族 韩 许 张 李 韩 许 张 李 韩 我们就不讲了 许 张 还有李 就是当然是李家芬的爸爸 那他们是早年都是分配好 他们分配的状况呢是这样子 那位立委公我怎么讲 一条河川 不可能一家承包 都是由该地区的议员 等于类似于 不是讲那个竞标 议长他指定说 那你这几家 好比说林老师 那你到那个大安西 那你到二人西 等等那些 他们通通都用这种方式 但是是西罗 西罗 这个地方 他是非常奇怪 非常独特 除非你跟议长 特别是有交情 所以他让你 他让你经营